新华社阿比让1月3日电,记者正男子尼亚内消息,尼日尔国防部2日发表声明说,尼军方近日在东南部炸德胡须展开轻角行动,攻打死287名极端组织伯克圣地武装分子,声明说,自去年12月28日,至今年1月2日,尼日尔空军和地面部队开展联合行动,打死287名武装分子,行动中还缴获大量武器。 目前,尼日尔军方没有人员伤亡,尼军方在声明中,对行动成果老是满意,称此次行动有效打击了伯克圣地,夏德胡须位于尼日尔与尼日利亚交界地带。 伯克圣地近年来在该地区制造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去年11月,位于该地区笔法省的一家法资企业,遭伯克圣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7人受伤。 伯克圣地成立于2004年,该组织武装人员频繁出没于尼日利亚东北部,并被接壤的尼日尔南部地区造成安全威胁。 2016年7月,尼日利亚、喀麦龙、尼日尔、夏德等国组线的多国部队开始对伯克圣地进行打击。 今年6月到7月的三个星期,全球的集中力都聚在泰国的睡美人洞穴,和被困洞穴中的12名少年野猪足球队成员和他们的教练,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积极营救,成功带他们逃出生天。 BBC东南亚事务记者黑德《All Nothing Had》在这次救援任务,结束5个月后回到现场,发现这次任务不当拯救了这些少年的生命,也改变了洞穴附近居民的生活。 拯救人员当时与时间竞赛,其中一个最大的威胁,是洞穴内不断上升的水位。 拯救人员于是铺设许多水管,博上机器把洞内的水抽走,水抽走后排到许多临近的农田。 其中一块农田,属西拉帕萨阿尔摩托古的凤驴田。 他在农田被烟后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是,跟,加入拯救行动当志愿者。 坎如之帮助泰国军方,把物资搬运到洞穴入口。 希拉帕萨至今仍未重新耕种,他转换工作,再到洞穴入口,必经之路,向参观洞穴的游客售卖橙子。 他说,这盘生意比重凤驴让他赚更多的钱。 他对BBC说,拯救行动前险有游客会到那儿。 但现在许多游客会慕名到当地游览,让他和其他居住在山区的部落改善生活。 除了希拉帕萨卖橙子,路上有许多卖花,卖烧猪肉,卖纪念品的摊档。 还有一些当地人摆摊子卖彩票。 一名在当地执勤多年的自然保育员,现在也变得忙碌。 他负责记录,每天进行这个区域的游客数量。 之前每天约有10至20名游客到访。 现在这个数字,变成约6000人。 大部分游客都来自泰国国内。 他们希望亲身看看这个一度成为全球焦点的地方。 一名到访当地的杂志编辑普太加莫文普登,说, 泰国现实没有任何一个旅游景点,比睡美人洞穴受欢迎。 另一位游客对BBC说,他之前没有听过这些洞穴。 但我在新闻中看见有关野猪足球队的消息后, 不得不亲眼来这里看看。 吸引游客到访的不单是好奇心。 洞穴在泰国文化,被视为有神秘力两个地方。 睡美人洞穴的名字,是指泰国民间谈说的一个角色睡美人, 而睡美人洞穴旁,多年来都是有一个祭坛。 供奉睡美人,拯救人员成功救出野猪足球队所有成员和教练后。 当地人认定,是因为睡美人带来的好运所致。 GBBC记者黑德的观察, 每个到访的游客,都会向睡美人献花,在祭坛前短暂祷告。 这个地方现在也被视为买彩票的好地方。 最受欢迎的彩票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13。 集货就者的总数。 现在,这个地方设立了另一个祭坛,一个为纪念拯救行动中, 是值得泰国海军士官长沙玛西门区南的三米高铜像, 采放在一个将用来纪念事件的博物馆弦。 获救的孩子和他们的教练艾卡布拉克普·圈特沃, 都有出席铜像的采放仪式。 那是他们获救后,第二次回到洞穴。 许多有份参与营救行动的外国潜水员,都有出席活动。 包括负责在最后一次拯救行动, 放置补给品的芬兰人米克·塔西·米高·托斯, 协调外国潜水员和泰国官员的美国人莫里斯·奥斯·莫尔斯, 和研究室美人洞穴多年的英国洞穴探险家昂斯莫斯·文安斯沃, 泰国政府至今仍然被获救的孩子十分保护。 派出儿童福利官员,在公开场合陪伴他们, 媒体要访问他们,也必须要经两个委员会核准。 孩子的家人也被要求, 没有官方许可不可以公开谈话。 昂斯沃斯对BBC形容, 任务成功仍然令他十分激动。 有人认为,成功救出所有人是个奇迹。 他又认为,外界不应责怪足球队教练, 容许这些小足球员进洞穴, 因为他们被困纯粹不幸。 他说当时下雨,大的十分寻常, 令洞穴水位忽然上升。 野猪足球队的教队艾卡波说, 小球员们现在已经重新投入训练, 体重也回复到被困洞穴之前的水平, 他们现在的训练,得到许多外界支援。 其中英国球队迈城, 早前到野猪足球队的球场, 协助训练这些小足球员。 泰国当局现在已经在通往洞穴的楼梯装设围栏, 禁止外人进入。 但世界各地的电影观众, 在不久后就能透过荧幕回到事发现场。 目前,已经有三家公司计划把事件拍成电影。 其中一部《车为洞穴》,The Case, 的电影已经拍摄完毕。 昂斯沃斯和其他参加营救行动的潜水人希望, 泰国可以利用室美人洞学和博物馆, 教育公众有关当地的地质知识和生态。 当地的政府首长宋萨·奥斯卡尼克说, 游客为当地带来收入, 带动泰国这个穷困角落的经济发展。 但他始终担心游客对这个地方失去兴趣后该怎么办。 宋萨说,他常惹希望外界能交动他们开发其他旅游景点, 让游客能欣赏当地的自然景色。 新华社南京1月3日电梯,练兵备战, 飞出强军,先军新航纪, 新华社记者张玉清、张秘逆, 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好景位停着打赢下一场战争的决心。 事实命如生命, 努力探寻现代战争至圣机理, 其那显重勇担当, 面对敌情感亮剑, 以冲锋的姿态谋战物战, 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务, 更带出了一支搏击空天某打人的过瘾战斗队。 他是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优秀指挥员, 是英雄文化培育出来的精英飞行员。 他建工新时代的新航纪, 彰显了中国军人的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 卫国之能, 红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哈水滴赛强军录, 搏击空天位把营, 郝景文是新时代人民空军优秀指战人的索领。 他的事迹, 生动回答了改革强军, 需要什么样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当代官兵应该以怎样的精神状态, 能力素质和成就业绩, 投身强军事业等时代个体。 当前,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 我国地缘战略环境, 尤其是海上安全环境更需负载, 对我国安全战略险举的影响日益深化, 在强国新军新征程上, 空军官兵仅迅东海, 潜出西派, 战巡南海, 遭导巡航, 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 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 这是时代赋予的新挑战, 也是党和人民资予的新使命, 前所未有的广阔江场, 为优异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牵引, 也打算了舞台, 新的使命给新一代指战人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提供了报效祖国, 建功立业的契机, 作为空军一只王牌竟旅的领头人, 好景文高南克木带头飞, 重大任务带头上, 虎炼京飞, 实质大营, 被表彰为全军爱军金武镖兵, 荣获空军首届对抗空战比武金头盔, 带领部队初次王城钓鱼岛空中维权, 东海防空识别区常态化管控和前出西太平洋, 飞越第一岛链等重大任务, 在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上, 做出重要贡献, 他着眼至圣空天培养飞行人才, 选旅六次夺得空军金头盔金飞镖时战坏军事系列比武竞赛团体第一, 十人次夺得金头盔, 六人次获得金飞镖, 带出一个搏击空天谋打人的过运战斗队, 好景文的优异战果, 来自敢于担当, 敢打必胜的拼搏精神, 更来自敢闻人先的创新精神, 他善于捕捉先机, 勇闯新路, 一次次站上新的起跑线, 在全空军探索走出实战时迅路子, 丰富作战样式, 大约的转型关键期, 面对作战样式深度变革, 作战体系要素日益丰富, 作战环境日趋复杂的全新疆场, 这种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必将融入一只精兵净旅的制胜基因, 飞飞新时代, 护航新时代, 剑弓新时代, 全军官兵尤其是各级指挥轮, 要像好景文那样, 脑子里永远有任务, 眼睛里永远有敌人, 肩膀上永远有担当, 胸膛里永远有激情, 把练兵打仗当主业, 善谋, 打仗当主则, 研究明天的战争, 研究明天的打仗, 不断提高适应未来战场的素质本领, 在更加辽阔与高远的疆场, 书写练兵备战, 强军新军新达卷,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李国立, 杨吉, 记者从18日在京召开的天宫二号地球观测用户大会上了解道, 截至目前, 天宫二号已稳定运行823天, 获取了大量空间科学与应用数据, 在资源环境, 大气, 湖泊, 农业, 林业, 海洋气象保障, 和全球变化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应用成果, 天宫二号地球观测用户大会, 由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承办, 会上透露, 天宫二号空间应用系统, 至今共分发地球观测带荷等数据产品37TB, 支撑了70余项对地观测项目的研究, 目前, 天宫二号工艺用户单位已达61家, 其中国家部委15家, 科研院所14家, 高等院校32家, 天宫二号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于2016年9月15日成功发射, 据介绍, 为科学的服务全球气候变化, 海洋环境, 度表生态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 天宫二号搭载了包括宽波段成像仪, 三维, 成像微波高度计, 多波段子外离边成像光普仪等在内的14项应用户合, 根据计划, 天宫二号将于2019年受控离轨, 新华社德菲安, 12月31日便,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信社消息, 伊朗官方31日证实, 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30日访问伊朗, 并与伊方举行了会谈,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穆哈尼, 访问阿富汗, 并与塔利班会谈后, 塔利班也派出代表团访问了伊朗, 声明说, 伊方与塔利班的对话, 旨在促成阿境内各政制力量, 与阿政府谈判, 推动阿富汗和平进城, 伊朗与阿富汗有漫长的边界线, 阿富汗安全局势也影响伊朗边境稳定, 声明还说, 阿富汗政府了解伊方与塔利班的相关接触, 2001年10月,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推翻塔利班政权, 此后, 阿富汗新政府与塔利班组织冲突实际至今, 今年11月22日, 阿富汗总统加尼呼吁塔利班放弃暴力手段, 尽快加入阿富汗和平进城, 共同为国家的持久和平而努力, 环球网军事1月2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信息与大众传媒斯1月1日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2019年将在阿斯特拉罕州卡普斯基艾尔靶场, 对约200个导弹武器的样品进行测试, 消息称, 2019年计划在卡普斯基艾尔靶场进行约200个导弹武器样品的测试, 这一数字, 以2018年持平, 是2017年, 以及前几年的一, 五倍。